我面相提到貼室盤來為董事業的年末 是台南市教育教修廚要來舉辦的議長 藝術 坐了這個和尚母的名字 叫做花兒 在另外一個檔案 是台南的高級的日本議長 搭配到的檔案 檢控到這個古都傳統的文化 和重新的意象 這是議長藝術 教育哲的路口 我們單單一個我們吉祥物的爭選有76件 那最後我們選出的一件 是由我們台南高商的 這個黃文靜同學獲得首獎 那麼另外就是LOGO的部分 是由我們長榮中學的楊玉軒 那麼這兩位都有非常棒的 這個藝術的一個創作 所以 台南移民到第一次要舉辦的議長 藝術教育哲特別對我精選的LOGO 各個選擇 他為了學生的參賽中創意發想 來傳達學士兵 讓我同來參出這個主席感 我們今年的這個一個創舉 當然是2020台南兒童醫師教育節 那我們第一屆來辦 那台南辦出什麼樣的特色 其實我們有在地的一個特色 所強調就是我以我們孩子為主體 其實台南是一直以來 我學校的社團非常非常的蓬勃發展 那孩子有非常多的藝術的一個展聯 的一個能量 是在學校 那我們是透過這樣的一個活動 讓孩子的各種藝術才能 能夠展現出來 然後變成一個 家人發揮的一種型態 教育局長的行為表示說 學校的藝術教育節 一條學生為出發 提供到學生的藝術典員的機會 對這部的精算當中 可以看到學生豐富的藝術創作 策略 學校將將這些的特色 就配合進行到選團和應用 讓學生可以進行 結束的合名和票選活動 也歡迎大家可以擁有來參加 南面新聞 我們下台南菜方法 做個軟件 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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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